这还有一本果树管理手册 1973年的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黄河滩上的一个小村庄 在我身后呢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是一处塌陷的房屋 这个就是去年 720特大暴雨 冲塌的一户村民的家里 当时下的时候 你给这房里住住了 有两个我给这东西 查这牌里的 那太危险了 然后是当时塌的时候 是啥事件 啥事件的 晚上 三天多 夜里三天 那后来咱发现了 那两票真心了 一家屠户就发生了 有多大年龄啊 一个十八了 一个十五 十四了 真年轻 当时你也给这儿住住了 那你后来 你当时你是 他们都给我太转了 太转了 你也被盖进去了 就这一家 还有开门 这个山上我踏起来 今年多大了 大爷 今年九十二 九十二吧 当时咱们这个村 就是很深了吧 这水 那不潜 我这儿的城市 我这儿的城市 我这儿都留着 那时候没有人呢 后来是 一大下的 可大 那当时你被盖进去之后 是后来 酒院人员是咱过来了 他俩给我弄出来的 两个年轻号给你弄出来了 就一共是 当时就住了 咱三个人吧 那这个房东西是 临时先住 这个临时 就在临住 那这以后再 再盖一盖 再修修 再送您盖 等着 也没玩儿盖 也没吃到 是 你是当时整睡住了 突然间 我是知道 脚诈 要俩 他睡着 思想 小时候 要保一天 那上 我说 你俩都不听说 那个大来说 我听说 我便 他说 你俩都哭了 熏 两一阵 两多一刀 都不转啊 一转七瓦 七瓦 行 后来 湖村拍下来 他又再请你起 那请你起呢 回去都不知道 再钱包啊 那还怪幸运的 那三个 那你这是 这推是不是 当时受伤了 不是吧 不是 我推 有一点冒病 有一点冒病 那你这 那是真行运的 也是 大爷说 当时他就在 这个房子住着 这个暴雨 塌陷 房子塌陷的时候 就把它盖到 这个里边了 他的两个孙子呢 是在 这所房子的西边 我们看一下 这有塌陷的房子 是在这个房子里住 两个孙子 一个15岁 一个18岁 当时也被盖在下边 后来是两个孙子 从这个废墟里边 爬出来 把大爷给 救了出来 站在这样一个废墟里 我心情非常的沉重 朋友们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 咱们交流讨论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